最近,日本著名乒乓球馆福元爱的婚变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有媒体透露,婚变的主要原因是出轨 而另一个声音说没有出轨 两人的矛盾主要是蒋造成的 双方各持己见,具体事情的真相有待进一步证实 让我们来看看蒋的婚姻变迁 2016年,宣布与台湾省乒乓球运动员蒋结婚 婚后,他们总是表现出他们的爱 在社交媒体上 福元爱经常发布表达爱和孩子的内容 在他们一起参加的综艺节目中 蒋甚至建议每天亲吻100次 这让人觉得很甜蜜 然而,今年2月21日 福元爱在微博上祝小石川家纯生日快乐 新鲜的网友发现 从未离开过戒指的福元爱 这次没有带婚戒 双方在微博上停止了甜蜜互动 对此,福元爱自己回应道 我工作的时候不带戒指 2月25日 江洪杰在接受采访时说 福元爱回国是因为东京奥运会 这个婚姻问题的导火索 是福元爱被拍到与一名男子约会 并在独自返回日本后 走进同一家酒店 福元爱向粉丝和朋友道歉 但否认自己作弊 反而说那个人只是他的好朋友 心情不好的时候安慰自己 他们住在同一家酒店 但不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与此同时 另一家媒体报道称 这桩婚姻并非因为出轨 而是蒋婚后不尊重 甚至精神上虐待他 例如 在迪士尼婚礼的前一天 蒋因为肩痛拒绝前往 但经过劝说被对方指责 从那以后经常无缘无故被蒋指责 甚至在怀孕生育 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方面 之后 姜的姐姐未经同意 在网上公开披露夫妻隐私 以提升知名度 进而从中牟利 让其遭受了不少精神折磨 一度受了十公斤 因此 在这次婚姻事件中 支持福元爱的人不在少数 在中国 福元爱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中国粉丝亲切地称这位 会说流利东北话的微笑女孩 为爱匠 瓷娃娃 这个婚变的消息一出来 很多粉丝都说 小爱 婚姻不幸福就离婚 蒋根本不配得到爱 这样优秀的妻子 却不懂得珍惜 有些人甚至说 福元爱无所不能 台湾媒体 也对大陆粉丝的态度感到惊讶 称大陆网民 单方面支持福元爱 是不理智的 当事人也对婚变传闻 做出了一些回应 蒋通过他的经纪人说 他们没有离婚 他还在中秋节 拍了两个孩子 和他们的长辈的照片 他说他不认识福元爱 一起旅行的人 福元爱说 这对夫妇 在做出决定之前 会仔细讨论 两个人的具体婚姻状况 以及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要看双方的进一步反应了 两年多之前 在综艺节目 《爱情三重奏》中 夫妻俩经常写下愿望清单 江洪杰写的是 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一百下 那时 两人一天能亲上无数次 做饭亲 洗碗亲 院子里亲 客厅里亲 除了停不下来的亲吻 他们一起跳舞 一起吹泡泡 放烟花 还一言不合 就抱着转圈圈 只要有人提起这段跨国婚姻 网友们用五个字形容他们 太太太甜了 同时脸上总是能浮现出乙母笑 总之 偶像剧里有的 他们都有 偶像剧里没有的 他们也有 因为太过甜蜜 让网友们羡慕不已 称他们是现实版的 僵直术和原相情 但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对 羡慕旁人的夫妻 再次登上热搜的原因 竟是协议离婚 只能说 用力过猛的爱情 终将输给细水长流 真实生活的样子 起因是 眼见的网友们 发现以前福月爱 每次发微博 Be at 江洪杰 但从今年开始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 其次是 福月爱 时时刻刻都带着的婚戒 摘了 引网友们的质疑 虽然他解释说 工作时候不会带 但是还难消网友们的疑惑 紧接着 又有媒体发出大料斥责 福月爱出轨 照片中 福月爱和一名陌生男子 同游横滨 并在酒店过夜 虽然两人一直保持距离 却足以让网友们浮想联篇 行程曝光后 福月爱很快就进行了澄清 最近情绪不好 而对方是自己很好的朋友 虽然同住酒店 但开了两间房 面对铺天盖地的猜测和质疑 一直沉默不语的江洪杰坐不住了 他解释道 两人并未离婚 分居原因是工作原因 福月爱会在三月返回家中 并且表示 对于福月爱身边的陌生男子 自己并不认识 但就在三月四号 福月爱和江洪杰姐姐 就互相取关了社交账号 姐姐还把和福月爱的照片 全部删除了 直到著名杂志 周刊文春报道了 福月爱在今年一月 就提交了离婚申请 现在正在协议离婚中 才证实了两人 已经婚变的事实 两天经历三次反转 一来一回 新消息不断 终于解了网友们的疑惑 但福月爱和江洪杰的事情 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多数女人都想不明白 我们明明都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可是到头来 爱情为什么都被婚姻磨没了 最近 在做客日本访谈节目 彻子的房间时 福月爱没有同往日一样秀恩爱 相反 他还说了很多对婚姻的不满 因为经常在中国日本之间奔波 他时常觉得很累 近两年他们两个吵架 江洪杰不会像以前一样哄他 他常常自己一个人生闷气 结婚前 江洪杰为了追求福月爱 用尽各种心思 有次 福月爱有跟他讲过喜欢 喝珍珠奶茶 于是 他就把所有店的珍珠奶茶买回来 各种口味 总有一款是他喜欢的 正是这种 我永远把你放在新家上的行动 深深地打动了福月爱 两人在一起后 每每提到江洪杰 福月爱总说 他对我真的特别好 可正是因为 见过你爱我的样子 所以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 福月爱在怀一胎时 因为内分泌失调 孕吐反应特别严重 但江洪杰没有更关心 而是骂他吃得太少 营养不良 怀二胎时 他想喝橙汁和葡萄汁 但江洪杰 却不顾孕妇情绪 反而是决定 先喝一杯就好 先喝完一杯 再去买另一杯 这还让他非常不高兴 在一次牙科诊所就诊途中 江洪杰 由于不喜欢福月爱的打扮 强行让他换上朴素的衣服 结果治疗完牙齿回家的路上 福月爱依旧遭受了 江洪杰的羞辱 张着嘴像在诱惑别人 你这个妓女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疑惑 这真的是丈夫 对妻子说出的话吗 我始终相信 在爱你的人面前 语言的暴力 才是最伤人的 因为每个字扎在心里 真的会疼好久好久 但江洪杰 却偏偏选择了最过分的那种 而正是因为无尽的语言暴力 和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才是真正让福月爱 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的原因 爱情越显得美好 婚姻会越显得残酷 因为婚姻中这些琐碎 本来就跟爱情的浪漫甜蜜 相生相克 福月爱与江洪杰的感情 除没出现问题暂且不说 但很明显的是 有了婚前状态 与婚后状态的对比 福月爱的幸福感变少了 抱怨变多了 换句话说 她的失望变多了 女人可以享受甜蜜的恋爱 但千万别把恋爱时的甜蜜 当作未来婚姻的标杆 因为那样做 你大致都会失望的 有好几个未婚女性 曾经问过我 为何女人结婚了 还过得那么辛苦 在她眼里 婚姻应该是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或者我们一起携手 共创美好的幸福之家 但看到身边的朋友 走入婚姻之后 曾经的柔弱女子 也渐渐变成了女汉子 她想不明白 既然婚姻会让女人更加辛苦 为什么我们还要结婚 其实 将婚姻想象的过于美好 是对婚姻生活不满的根源 只有降低对婚姻生活的期望 才能够在婚姻生活中 过得幸福美满 好了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